從2011年開始每一年去東家拍大赤金 那所以等於是這一次是第六年 那所以其實當然一開始去的時候 其實你當然會就真的會怕 因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巨大 所以對我來說 其實你也是每一年每一年 開始觀察到它們的習性 然後你知道什麼時候是可以靠近的 但是什麼時候是必須要閃躲甚至要離開的 然後越來越熟悉它們的行為模式 然後去了解甚至是克服自己的恐懼 在這一次的片段裡面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大赤金寶寶的片段 那大赤金寶寶它是在媽媽身邊的 那它會依照媽媽的一些個性的狀態 這個媽媽比較大方 這個媽媽比較謹慎 所以我們碰到的寶寶有時候也會願意靠近我們 然後願意有一些比較活潑的互動的行為 那有一些其實反而相對來說 可能看到人類一靠近就選擇躲避離開了 我們在水面上在船上能夠看到的東西 其實真的太少了 所以當自己真的在水底下看到這些金屯的樣子的時候 當然對個人來說其實也非常非常感動 我自己是做研究出身的 那我一直覺得那些相對來說比較生硬的研究的數據 其實是需要轉化的 那對我來說我自己做研究 然後到後來現在又拍東西 我覺得影像是我 我自己相信一個很好的轉化的素材 把那些我們原本所知道研究的東西 轉化成為有吸引力的 可以吸引大家來觀看